我拼了命也要活下去 气死了他们好完成任务好了事 我该吃饭还是要吃饭 该干活还是要干活 我要活下去 老子要看到他们的结局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积聚了 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因为工程需要 在2003年 别的村民纷纷都接受了国家的拆迁协议 搬迁离开 唯独一户人家怎么都不愿意离开 成了远近闻名的钉子户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张炳爱 她是住在湖北紫规三峡库区的一位农民 如果三峡工程没有开始建设 估计她会是一个平凡的农夫 安稳地在田里度过一生 可是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建 她的一生也因此改变 她口中的他们是村里 来做思想工作的村干部 而所谓的任务 则是国家安排下来的 三峡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那么这么多年过后 她的结局如何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湖北 虽然大部分村子是靠山建立的 但山上和山下的贫富差距 还是很明显的 山上的农民也为辛苦工作 一天的农活 只能挣两毛钱 而山下的农民也为靠水 打个小工都能挣个两块钱 且在那个年代 道路设施没有那么完善 水路的交通白能力 也是山上的村民们羡慕至极的东西 这样明显的差距 让许多山上的村民 都羡慕山下的村民 为女儿寻得一门山下的亲事 也是大多数山上村民的想法 张秉爱的父亲也不例外 即便女儿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 但在1981年 家境贫穷的张秉爱 还是顺从家里 从山区嫁到了相对富足的江边 美中不足的是 她的丈夫熊云健是一个残疾人 一对儿女又还没有成年 养活全家的重任 落到了张秉爱的身上 一大家子就靠着张秉爱重点 来维持生活 农忙时刻 张秉爱就回娘家找人帮忙 可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三峡大坝的建成 改变了张秉爱的命运 1992年以前 三峡还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 人们每每经过此地时 都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 在三峡的附近 更是孕育了像张秉爱 这样辛勤劳作的人民 此时的三峡 更像是一处远离城市烟火的 世外桃源 可是就在1992年 一个构想的实施 彻底改变了三峡的命运 4月3日 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修建 三峡大坝的工程议案 两年后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这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决定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就已经有一位伟人 提出要建设三峡大坝了 这位伟人便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认为很有必要 在长江上建设大坝 以达到改善航运 利用水源的效果 在20世纪30年代 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就发生过两次严重事故 有30万无辜民众就此丧生 19世纪50年代中叶 长江流域还爆发了一次大型洪灾 这次洪灾的波及范围和影响人群 堪称历史之罪 这次洪灾也惊动了当时的中央政府 毛主席得知此事之后 马上就拍板要建设三峡大坝 决心要彻底解决长江的洪灾挽击 可是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搁置了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三峡工程才被重新提上了一程 其中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 发电和航运则是次要的民用功能 自清代以来 长江流域的洪灾影响范围就十分广泛 中下游平原更是经常爆发水灾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人民受洪灾的影响流离失所 因此在长江兴修水利 也成为了政府的头等大势 从民生和经济角度来看 修建三峡大坝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计划 经过专家的精密计算 他们认为三峡大坝的蓄水水位 要达到150米至200米 但是那150米又无法解决 重庆的航道问题 如果200米又会淹没重庆的朝天门 所以他们这种选择了175米的高度 死后的时间里 长江三峡里那些低于175米的地区 都会被淹没 其中有不少的历史文物 但是和文物相比起来 三峡地区的数百万人民的安置问题 才是真正的难题 张炳爱所在的村子 就在淹没的范围之中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传播着国家 即将要修建三峡大坝的消息 但是张炳爱所在的村子 却没有意识到 这项工程对他们带来的影响 完全不知道 此处有被淹没的风险 虽然张炳爱看着村里的水位线 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危险 但是他还是日复一日地继续劳作 直到政府颁布的三峡移民政令 正式开始 张炳爱才知道 这一天真的要来了 1992年 随着三峡工程建设项目正式立项 生活在三峡地区的人们 开始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否要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乡 张炳爱也是面临迁移选择浪潮中的一员 她是家里的顶梁柱 也是家庭的决策者 她知道自己的决定 会影响自己丈夫和儿女的未来 1995年 三峡地区的第一期迁移工作全面展开 张炳爱所在的紫归县也不例外 村里面的人们知道自己即将要离开故乡了 4月24日 村里的121户人家 总共434位选择离开故乡的村民 一同相约在祖宗的祠堂 他们一起在祠堂下跪 向祖宗做最后的告别 这些首批决定外迁的村民 和过来送行的乡亲父老们一一告别 在泪水中登上了走向远方的车辆 就此告别了自己的故乡 他们知道自己的故乡 即将要为国家的三峡工程 做出伟大的牺牲 但是还是一无反顾地 站在了国家利益的立场上 虽然这部分村民愿意远离自己的故乡 但是安置工作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他们除了对自己故乡的眷恋以外 还有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 淳朴的村民早已经习惯了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生活 靠水吃水的日子深深地刻在了村民们的骨髓里 对于很多村民来说 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里 生活方式的转变让他们很不适应 很多人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拆除 一度精神崩溃 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 落叶归根是一种不变的传统 离开的村民们虽然极其不舍 但是也还是选择离开 有的人带走了家乡的一桶水 一捧泥 将自己的思念寄托在了家乡的水土中 在这一场大迁徙中 有一部分人选择坚守自己的故乡 张炳爱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决定要垫高自己脚下的土地 继续留在这里 他们不是没有一个好的出路 国家对于移民许以优质的条件 有丰厚的补偿 也有新的安置城镇 但是在张炳爱的眼中 这些好的条件和自己的家乡 比起来有点黯然失色 外迁的移民 已经在他乡建立起了新的城镇 而留守的众人 则在山坡之上建立了新的家园 张炳爱把成树种在了山坡之上 紫龟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秦城之乡 这也成为了张炳爱的主要经济来源 政府对于这一些留守的村民 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在安置了第一批的移民之后 国家也开始投入资金 在紫龟当地进行发展 紫龟在政策的帮扶之下 一度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当地的秦城产业飞速进步 一年四季都有香甜的花果 但这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方案 最终一部分村民的走向 还是要往外迁徙 1999年5月 国家开始鼓励和引导 更多的村民往外迁徙 这也引发了紫龟县大规模的迁徙 他们知道留守此地的生活 没有往外迁徙的好 终究还是选择离开故乡 于是又有一大批的村民 开始往外迁徙 在这一次的迁徙潮流当中 张炳爱依旧坚持留在自己的故乡 在这一次的移民政策开展下 紫龟县也开始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村里的公路修了起来 公路旁也立起了一栋栋的房屋 在175米上的山坡 还开发出了1000多亩的土地 进行其成种植 此时的紫龟县也正逐步地走向繁荣 张炳爱以及其他村民的留守 也开始收获了短暂胜利的果实 三峡工程的开展让113万村民远离了自己的故乡 二座城市七座县城94个乡镇 以及1400多家工厂就此消失在了这片土地之上 村子的消失不可避免 村民们最终还是要离开这片土地 随着水位的升高 村子里的人烟开始慢慢地减少 留守的村民也开始逐渐往外迁移 选择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在这最后的迁徙浪潮中 张炳爱依旧不为所动 看着一片片外迁村民留下的土地 他依旧有着深深的眷恋 成为了村子里最后的一个外迁者 由于张炳爱的坚持 和家中那位残疾的丈夫 村子也还是容许了他们家继续留在当地 可是当地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儿女的教育也成为了一个难题 成绩优异的儿子考上了高中 可是家中的条件贫困 学费的压力重重地落在了张炳爱的肩上 她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 于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书 年纪还小的女儿则因为村里的小学迁走了 所以只能够每天步行很远的路程 去其他村子的小学读书 相比起其他村民 张炳爱整整晚了七年 在这七年里 她独自在山坡上生活了六年 最后的一年更是在断水断电的棚屋中度过 历史的车轮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2003年 现在的村子已经无法居住了 水位即将要淹没山坡 张炳爱也知道 那一刻中将到来 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劝导下 终于离开了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家乡 离开故乡后的张炳爱生活过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她错过了早日迁徙致富的机会 但是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面对这一个三峡工程最后的钉子户 政府帮忙安置了新的房子 还给了一大笔的安置费用 而张炳爱的儿子 由于母亲多年的坚守 耽误了自己的学习 也因此在高考中落榜 不过她也收获了一个 前往新疆扶兵役的机会 随后开始了自己的军律生涯 一位叫做冯燕的导演看中了张炳爱的故事 决定将三峡水库的建设历程拍成一部纪录片 张炳爱也成为了其中的女主角 自和张炳爱相识起 冯燕用了八年的时间制作了这部叫做 《炳爱的纪录片》 最终在2007年的山形电影节中上映 炳爱纪录片已经发布 就在电影节上收获了大奖 张炳爱的名声也因此传遍了五湖四海 她还一度跟随冯燕岛演居住在了北京城 与此同时 远在新疆的儿子也没有忘记家里的老母亲 她坚持每个月都把工资寄回来给母亲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母亲 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不用再让父母操心了 2020年 张炳爱的儿子正是从队伍中退役 或许是他们家的故事感动了上天 因为老板在看过电影后决定 给她一个工作的机会 于是退伍的儿子也开始进入单位工作 在工作期间 她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用优异的表现回报了老板的知遇之恩 期间 儿子的孝心依旧没变 每个月继续把工资寄给自己的母亲 张炳爱有这样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 内心也是十分欣慰 之后 她凭借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儿子的工资 在新的家园里建了一栋新房子 开建了两个新的竹箭 2021年 张炳爱的女儿也结婚了 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至此 张炳爱的儿女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他们一家多年的艰苦生活 也开始看到了幸福的曙光 现在的张炳爱还会经常去河边 遥望自己曾经坚守的故土 她的内心有过后悔 她经常会问自己 如果当初跟随着其他村民一同离开 或许现在会拥有更好的生活 不过 看着现在幸福的家庭和这对孝顺的儿女 曾经的一切似乎又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于张炳爱来说 幸福团圆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三峡大坝已经成为了国之重器 曾经的移民也纷纷在新的家园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以张炳爱为代表的留守村民 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